停止求后算账 回归善意协商 那针对不求后算账的部分呢 工会提出来的具体方案是 公司必须承诺在罢工期间参与 罢工行动的所有会员 不得列际矿质等任何的惩处 长柔航空他今天惩处的对象 列际矿质的对象 已经不是只有当初的18人了 据工会这边了解到的数字 参与罢工的会员 被长航空列际的矿质的人数 已经达到24人 甚至我们还听到 陆陆续续还有增加的会员 在找工会做统计中 现在要来就用这一张大字报 来做当天时间轴的一个说明 在6月20号当天 BR722组员 于3点20分 抵达桃园机场 在3点30分的时候呢 书长致电吊派克 吊派克此时说 吊派克这个时候说 此时离开你就开始列际 我们开始罢工 到3点45分的时候呢 组员抵达后机室 此时飞机尚未靠桥 因此也不会是外界所说 公司所说的他们刻意的拖延上机 然后到了3点55分的时候呢 组员致电工会确认 4点之后罢工开始 离开飞机的合法性 到了4点05分 组员取得退关文件 到4点10分 组员才离开后机室 这个时候因为 飞机延迟抵达 所以乘客都还没有登机 到4点45分的时候呢 组员收到颁表变更 变更为STI 就是所谓的罢工 我在这边要说明的是 组员抵达机场后 事务长接主动的 致电吊派克协调人力 那在过行李安检的时候呢 公司有打电话给事务长 请事务长转达 此时组员已经可以 在4点前离开飞机 当时所有人都有听到 那我们在事后 也有录音档作为佐证 好那我现在请现场 帮我们放一下 我们事后的录音档 他说那是谁 那一个是 说的 那时候是 那时候是 说就是你们那时候 那是第二通电话 他是说你们那时候 就是上大工 那就是 我只有跟他说 就是在交通车上 那是我主动 调查一下 我要做一下行李 就是我想让 被卡的那边 也有一点时间做应典 然后呢 我只要要知道一下 大约会有几个人 可能会有 就是他够的 对 那我们刚刚就 BR722上海航班 跟BR871的香港航班 整个机组人员的时间 我们来呈现了两件事情 也就是 本会的会员 他们在四点前 都尽忠职守的 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并且他们在三点多的时候 已经提早告知 他们在四点之后 会准时参与工会的指令 参与工会的罢工行动 而公司也以知情 并且也以及时的安排了 待命的人力前往支援 我们要呼吁常文航空 停止任何扭曲事实 就秋后算账的攻击 而是回归到 善意协商的谈判桌上 这才是解决 这场罢工事件的根本之道 整场罢工的行为 都是我们长荣航空的空姐们 所成立的这个工会 想要争取更好的劳动行为 但是却被恶意的打压 变成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感到非常的伤心 非常非常的伤心 也恳请各位 媒体朋友 可不可以如实的报道 这一切的一切 这已经是罢工的第12天了 大家不会明白 我们承受多少的压力 罢工是劳工最后的手段 你现在问我 我也不想要走到这一步 但是我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有人想过为什么吗 没有 你们只在乎 我怕我多讲多错 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 请大家不要模糊 这场罢工的焦点 焦点不应该在我们18个人 或是其他人身上 这是我要说的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